然而范贤很讨厌这个人,或许是因为很久以前就看出此人炽热的权力心,或许是因为他很讨厌这种以出卖他人向上爬的角色,或许是因为他曾经打过贺宗伟一拳,而他知道贺宗伟这种人一定会记仇。 范贤自然不会怕贺宗伟,只是却要防备,因为此人现在急得陛下欣赏。 小人这种事物总是比君子要可怕些。 如今官场私底下对贺宗伟的议论很有些不堪,送了他一个三姓家奴的外号,所有人都觉着这个外号极为贴切,却没有几个人知道,这外号是从范府书房里流传出来的。 有时候,范贤扪心自问,贺宗伟所行之事并不比自己所为更无耻,而自己如此验憎他,究竟是为什么? 其实很简单,范贤曾经看过贺宗伟对弱弱流露出那种赤裂贪婪的目光,就为了这种目光,他记他一辈子,要压他一辈子,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 没想到,现在你妹妹在陈园里唱曲。范贤看了桑文一眼,笑了起来。 他很喜欢桑文这女子,温婉沉默可亲。 不是对他有任何男女方面的想法,只是觉得与这女子在一起,便会无来由的心安。 就像和大宝在一起一样。 至于他口中所说桑文的妹妹,正是那天去陈园面见陈平平时所见的唱戏女子。 陈平平极喜欢桑文的声音,只是如今,桑文要打礼报月楼,并且要把范贤的大忌扩展到整个天下,根本没有办法在京都久住。 于是极爱享受人生的陈平平,只好退而求其次,将桑文的妹妹从燕京接到了京都。 桑文极温柔地笑了笑,说道,院长喜欢就好。 范贤叹了口气,却想到了一些别的。 因为自己的出现,已经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,无数人因为自己而汇聚到自己的身边,甚至连桑文的妹妹都不例外。 一想到这些人,自己怎么忍心悄然离开? 然而有人忍心离开。 范贤站在那个小院子里,脸色异常难看,眼中的失望之意,眼之不去。 院子里的井还在,石桌还在,棉脸也在,青青架子也在,只是人都不在了。 这是往起年纪的小院。 小院深藏西城民间,毫不起眼。 范贤曾经在这个院子里,吃了许多顿饭,斗过老王头娇俏羞涩的丫头,玩过架子上的葫芦瓜,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回来了。 王启年一家,已经悄无声息地搬走,甚至瞒过了范贤,一直撒在这里,保护王家大小安全的监察院密探。 王启年有这个能力,范贤从不怀疑这一点。 从陈平平的口中,他得知了王启年活着的好消息,同时得知了王启年离开的消息。 他知道陈平平为什么要把王启年送走,因为王启年是从大东山上逃下来的,不论是从庆律还是怨务条例来讲,他都只有死路一条。 范贤自然不会让他死,而这就是他与陛下之间的一根刺,而且陈平平知道王启年清楚范贤太多秘密,为了范贤的安全,他必须让王启年离开。 不知为何,这样一位下属的离开,竟让范贤如此的伤心。 他的手中握着一封信,是王启年通过陈平平转交给自己的,信上说的话极少,大意是说,自己弃陛下,不顾私自下山。 已是死罪,然而范贤让他很安心,没有犯他很担心的那个大错。 范贤心头一片枉然,知道王启年当时冒险下山来寻自己,是害怕自己以为皇帝已死,一番手走上了争夺地权的道路。 他的手微微用力,将这团纸揉成一团,面色难看至极。 再也没有人陪他说笑话了,苏文贸的水准比老王差很多他低着头,看着老王家的小院。 不知怎的,想到了很多年前的那一幕。 那时他还是个出入京都的少年郎,什么规矩也不懂,愣愣地去了庆庙,遇见了自己的妻子,傻乎乎地去了监察院那座方正建筑, 看见了一张死气沉沉的脸,惨白的牙齿,两颊的老皮。 那就是王启年。 那时的王启年,是一个已经被文书工作消磨了精神的官员,整天就在监察院里等着退休的一天。 然而,他是范贤遇见的第一个人,从此他的人生便发生了变化,回到了当初江阳大道生涯时的紧张与有趣。 范贤遇见了王启年的相遇,是一种缘分,正是这种巧遇,让范贤无比信任他,王启年也无比忠诚于他。 他改变了王启年的人生,他所有的秘密王启年都知道,甚至包括箱子、钥匙、心思。 王启年不只是他的下属,更是他的好友,他谈话清楚的对象。 这种角色,不是谁都能替代的。 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,为了范贤自身的安全,将来迫不得已选择了销声匿迹。 范贤脸色有些发白,心想着你们都走吧,就把自己一个人扔在这不是人呆的地方。 然而片刻之后,他想通了,对着这方小院行了一礼。 自己的秘密太恐怖,或许让王启年这些年活得都极为难受,压力巨大。 说不定对方更喜欢以前浑浑噩噩的日子,更喜欢没有压力的生活。 希望王启年一家的将来能够平安。 范贤叹了口气,走出了院子,回头看着身旁一脸沉默的木缝,皱了皱眉头。 说道,哭丧这个脸做什么?你媳妇都生第二个了,难道还记挂着老王家的闺女? 王启年走后,范贤的身边必然要有个亲随。 最合适的人选,凳子越远在北齐上京,艰难地执行着任务,苏文帽在内裤又不能动,别无办法。 范贤只好把木铁的折提拔了起来。 跟了一个月了,这小子的忠诚没问题,可就是不如王启年有趣。 而更多的不习惯与不方便,才让范贤想明白,王启年大人远远不只是一位捧根,他的能力其实都隐藏在笑容之下,只是平时自己没有怎么发现而已。 一念即此,他的心思更淡了,淡得如水一般毫无滋味。 迟了两个月的封赏终于下来了,除了一英文臣早在叛乱之初,便各自填了空下了的职缺外,真正在平叛室中立下大功的各路人马,终于迎来了宫中的旨意。 叶仲家官敬绝,厚赏,入京任书密院正式。 然而,京都守备师统领的职务,却是交给了萧金华,就是最后将太子一路叛军堵在城内的东华门统领。 而当初的十三成,司统领张德卿,则是被俘之后,被灵池而死,诸三族,这是整个叛乱之中最重的一项处罚。 范贤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与皇帝硬抗,虽然他知道张德卿的堂兄堂弟和这事儿没关系,但他更清楚陛下在张德卿问题上的怒火。 陛下很信任张德卿,而张德卿却判了,不多杀几个,不能发泄陛下阴晦的情绪。 大皇子依旧执掌进军,依应封赏均没有落下,只是已经封了和亲王,封无再封。 而宫典重新调回了宫中,开始接手侍卫方面的事务,至于将来再如何安排,皇帝心中有数,范贤也能猜到一点。 而关于范贤的封赏,则出现了一些小问题。 据宫里传出来的消息,陛下一开始便准备直接封范贤为郡王,然而却被胡书二位大学士惶恐不堪地挡了回去。 义姓封王,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出现过,也难怪那些大臣被陛下出使的旨意下惨。 虽然众所周知,范贤是陛下的私生子,可他毕竟姓范,忽然当了王爷,庆国岂不是要被天下人笑死。 范贤也是吓了一大跳,当王爷,还是谭伯王,这算什么事儿? 幸好这旨意被挡了回去。 他心里无比感激胡书二位硬骨头学士。 一等淡伯公,对于非皇族子弟来说,已经到了头。 至于赏下来的田地经营,范贤也不怎么在乎,他是现在天底下最富的几个人之一。 也许皇帝也清楚,别的赏赐不可能让范贤满意,所以最开始才会有封他为王的荒唐提议。 封不成王,不料宫里最后下了道旨意,为范贤的女儿范小花赐名范淑宁,封为郡主。 荒唐,世间无数荒唐事,也没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了。 一位大臣之女居然封为郡主,而且这女儿还不是正式所生,却非要用灵丸的爵位往下算。 太荒唐了! 谁也想不到皇帝陛下竟然还有如此顽固胡闹的一面。 当然,在范贤看来,最荒唐的还是皇帝给丫头取的那个名字,舒宁。 你以为你在玩青川? 但不管这道旨意如何荒唐,范贤的心中还是生起了一丝暖意,感觉到了皇帝老子的心意。 第二日便入宫敬见谢恩,顺便问下,这舒宁的名字可不可以换一个? 没有等他开口,皇帝陛下却微笑着说道,交周许茂财,正撤了他的职,让他归老,这时已经回泉州了。 闻听此言,范贤心头大震,口干舌燥,惊得说不出一句话来,更不敢再说些什么旁的,磕头谢恩,沉默地回了府。